新竹这出路口 只见所有停等红灯的车辆 全都乖乖的按顶动 但乖到有驾驶看到这种情况 忍不住拿出手机 边惊呼边抱怨 猜一下就10分钟过去 然而事实上 当天耗制故障长达15分 但令人不可置信的 影片中这条路上 竟没有听到任何喇叭声 就连最能钻的机车 也都乖乖按兵不动 手法精神令人钦佩 但真的是故障吗 停一个红灯要15分钟 答案一出 也可以好好洗个澡 或是用来做一趟15分钟的瑜伽 但画面上所有用路人 竟都乖乖停等一个故障的红绿灯 重回这出路口 原来是新竹重要干道之一 平时车流量就很大 平均每个路口 红灯都得停上2分钟 但这个故障路口 民众却逐逐等了15分钟 换算下来900秒 等了快10分钟了 傻眼 但大家乖乖停等的结果 就是不止这路口 而是后头整条路全都塞爆了 没故障的也跟着另类故障 但怎么说 好功名守法精神 还是让人不得不按赞 藉和蒙先生 静宇 新路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